反惡霸 挺善良 我们不同意罢免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立法委员廖先祥 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书记长陈伟杰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 江宜珍 吕家凯以及黄新华 一起来到基隆宣讲 用行动力挺谢国梁的市政表现 宣传反罢免 来 一二三 云市长 小爱爸爸是一个非常认真 有创意的市长 这次的不公不义 尤其民进党用这样恶劣的方式 的确是非常的练文分坎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过来 就是用行动来挺国梁市长 那我想我们的基隆市民是看得清楚事实 是懂看得清楚我们的公民正义 我相信10月13号 我们的基隆市民会做出一个最顺确的选择 不能让他掀起第一张大罢免的骨牌 不然我们廖仙江委员就要担心啦 当然我们的店员之力委也要担心啦 事实上国梁市长就曾经来帮助我们新北市身上的孩子们 那样的一个营队 而且非常非常低调 他别交代说 你不要讲说是我的 不要讲喔 但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讲出来 国梁市长上任以来 不管是台铁的直达车的改善 还有这个接驳车的系统的改善 包括友善行人的部分 还有优惠的月票的部分 还有首富富的部分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政绩 包括今天我们恐龙 AR生态公园 而景点的开发 都是谢国梁市长为基隆开创 很多很好心的政绩的展现喔 一定要让谢国梁市长继续领导整个新鲁市政府 让基隆可以更好 而且也可以跟新北市 不管是我的北海岸或是东北角 我们共荣共好 拜托大家亲朋好友有在基隆的 亲戚有在基隆的 拜托大家 鼓励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一票 因为为什么 这一次不公平的罢免选举 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悲也非常可耻 但是我们国民党台独是什么 我们尊重不同立场 他们的行为跟声音 所以我相信基隆是用眼睛的 基隆是有智慧的 基隆更是有善良 一个爱心的心情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鼓励大家 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一定要用行动 或是行动电话 来推出我们所谓的不同意票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一定会坚定的在四年五万台 当年的这个政策 要来逐步的把它落实 但是我们一样的 会在两年内 把基隆的一百二十几辆的 大型公车 全部换成电动全新滴底盘 我要跟各位新北的伙伴报告 我在接任的时候 我那一百二十几台的 基隆大型公车 平均年限十一年 各位想想看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老旧年限 所以我泰换的速度 绝对是比前市府来得快得非常多 这个是基隆的重要的减碳政策 市长谢国良强调 新北跟基隆密不可分 有了新北好朋友的相助 希望自己能成功挡下这次大罢免潮 也期盼市民相亲能够在10月13日 踊跃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